有请主持人 邱几云 好 今天是今天的各位 大家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成绩 我们约会吧 在这里也特别感谢 今天到场的各位 我们湖南卫视的超级粉丝们 来支持我们今天节目的录制 好 姑娘们辛苦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上场男嘉宾她的爱情最主张 她不要什么 我不要爱说善意谎言的女生 我不要不爱干净的女生 我不要从小娇生惯养 有公主情节的女生 好 掌声欢迎男嘉宾登场 欢迎这位来自 世界佳元轩人网站的男嘉宾 好 谢谢陈老师 把她好 你好 各位女嘉宾好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是李依晨 来自于美丽的北京市海淀区 我的爱情交友宣言是 今生若得你相伴 只限鸳鸯 无限仙 好 来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我们来自于美丽的女生 为我们匹配出前三岁女生 掌声欢迎的三岁姑娘登场 来 掌声欢迎李依晨先生 请全场亮灯 帅哥来了 来 我看一下 姑娘们的精神状态 李依晨 有没有相中一个姑娘 心意的那位姑娘 轻轻地 迅速地点击一下她的 还偷偷摸摸的 你是用的发焦还是用的香水啊 我觉得这个味道很好闻 哦 谢谢 懂得用香水来提升品质的男人 都是优质男 向您学 向您学习 我们来看看理论上 最匹配的那个姑娘 她是谁 这位女嘉宾来自 市匹家园交友网站 匹配总分 基本情况82 外形74 兴趣81 个性70 家庭60 婚姻77 哇 这迷死的乱 今天是喝酒了吧 来 王晨同学 难得第三次第四次匹配上了 真不容易 来 说一下生活中的爱好 最大的爱好是睡觉 就特别能睡 每天基本上12个小时以上 然后很喜欢美食 就比较喜欢吃 都是我的爱好 嗯 我也爱好美食 我也喜欢睡觉 都不错 然后比较喜欢你 谢谢 那你喜欢我吗 嗯 我很高兴认识你 咱们一会儿 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下 然后还有啊 刚经过他身边 真的有那种香味 但是请您哥不是香水味 是男嘉宾的体香 哦 谢谢 我就是我北京家那个 我们家旁边有个很大的超市 这个超市里边 有卖这个男人味的 我拎了一瓶过来 刚喷了一下 低调奢华有机会 好 三水女姑娘 我们接下来自己动动手吧 来看一看我们第一眼 对于男嘉宾的印象 来 开始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12号 丁洪芳 来 你们也能够力哦 他长得挺高 还行 就是他长得太黑了 我长得也黑 肯定影响下一代 我喜欢长得白的 我是晒出来的 因为我每年的冬天 我都会去海南家里边 去待一段时间 然后天天都可以晒 还有就是 通过你们刚才的谈话 我觉得你简直高富帅 我是矮黑穷 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 还有一条 琢瓶哥 你太配合了 我第一轮灭他灯 就是想他看我机眼 你简直太配合我了 达到我的小目的了 好 来 来 我们再来看看 其他美女的这个看法 你从我身边走过 我觉得是一个 像风一样的男人 像风一样的男人 哇 快 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呢 就是风走过去特别高大 就高大 然后呢又难以捕捉的那种 对 是吧 不会吧 又充满着魅力 对 那是我的第一印象 哦 那现在呢 第二印象怎么样 眼疼好 站如松 像松一样 哎呀 评价有点高 谢谢你 男嘉宾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主要站在你身边的 不管是男的女的 我都觉得是轻敌 不会吧 你一首试吧 十里平湖 霜满天 寸寸惊丝 愁华年 对影望月 两相顾 至陷鸳鸯 不陷仙 谢谢 真的是知音 真的是知音 我刚才从那个楼上 跳下来的时候 然后我就说了 对 我也感受到 你传达给我的爱意了 你刚才给我一个这个手势 感受到你传达给我的爱意了 就说到他那个滚滚而来的热情了吧 是 就是 你是疯儿 他是杀不透 好了 接下来这个环节呢 我们来清晰地 认真的 更加详细地了解一下 我们的男嘉宾 来看维瑟 大家好 我是李逸晨 北京人 出生在北京的军人家庭 从小有英雄情节的我 在上大学的时候 就选择了我儿时的梦想 毕业之后呢 我满怀信心地 准备开始我的演员生涯 我印了几百份资料 去过很多剧组 见过很多导演 去刨组 去投递资料 去试戏 所以每一次我都是满回希望 但是最后我都是失望而回 还好 我挺过了那两年 最艰难的时期 终于是到09年的上半年 我才汉望迎来了 我自己参演的第一部电视剧 准备下个项目 我现在非常开心的事就是 可以有机会参与到更多更好的 电视剧当中去 我曾经之前有过两段感情经历 最终都是因为双方成长的脚步 和最终的理想不同而分开了 依女生的类型是 能够理解我的工作 不会因为我没有及时回你的短信 不方便接你的电话 或者是一段时间和你见不了面 而跟我闹别扭的女生 如果你是这样 温柔体贴类型的女生 那我们约会吧 我看这个在刚刚播的那个剧中 英俊潇洒 那张脸可以看到内心的那种感觉 你适合演戏的话 还得演那种正面的 是 像当年朱时茂 演的那种角色一样 我之前演的全是正面的角色 你是演不了反派的 演不了 你要演的话 一定是坏到骨子里头的那种 那很可怕 那个 来 11号 王淳 最匹配女生 为什么灭灯了 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普通人 有普通的工作 然后我们都会 未来应该也是相信 越来越远的 所以没灯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是一个普通人 也许呢 就是我在我们这个行业 可能就是我会默默无闻 默默无闻 平凡地在我们这个行业里 度过一生 因为这个行业确实很难 而且很曲折这一条路 真的 其实我念你的灯很纠结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你 其实 因为你给我的第一感觉 就是干净 阳光 然后你的VCR里看着你的脸 就感觉像一束阳光一样 打到我心里 让我心里感觉很甜 但是我很无奈 因为我自己有自知之明 我的形象这个样子 我想你的家庭是可能不会 不会接受我这样的形象 因为可能有点夸张 但是我不喜欢平庸 所以我不要有自知之明 我就很忍痛割爱地灭掉了 但是我很支持你 谢谢 谢谢北京的所有人好 15号 傅雨昕 我很欣赏您 我觉得那个军人家庭出来的男生 都特靠谱 然后您还长这么帅 我到现在还有点晕的感觉呢 千万别这么说 真的 也就是咱们这个 演播大厅装修比较好 如果有递缝的话 我就钻进去了 真的 我一点也不帅 我只是长得 我长得确实很正 就是像个好人 是个好人 接下来请我们进入到 大考问这个环节 我们来看一看 通过我们Mr.Right的 一系列的问题 看看李亦辰对待感情 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好 有请Mr.Right打考问 考问开始 你单身多久 我单身已经有 接近三年的时间了吧 之前的感情 是由谁提出分身的 之前的都是 是由对方前提出分手的 能说说原因吗 因为我这个人是 我个性非常善良 我觉得有的时候 我主动提出分手来 会给女孩造成 这个非常大的一种伤害 然后两个人感情 渐渐变淡了 有的时候 还是我等到 对方先提出来了 你会用什么方法 等到对方提出分手呢 一段时间不见面 见面机会越来越少 然后她有的时候 电话我也没看见就不接了 短信有的时候我看见 我也就不回了 最后就是就不在一起了 靠问完毕 谢谢 那个男嘉宾 你以为你特别善良 你就不会主动提分手 假如说我特别喜欢你 我死命追你 你会不会以为你的善良 就接受我了 以你的美貌 我觉得去 别说是你主动追求别人了 就是在你的家乡 也许有很多男人去爱慕你 去暗恋你 我觉得 我 我觉得 地雕舍华有智慧 6号 海依莎 来 发表一下 首先我有一种感觉 就是 我觉得男嘉宾有点不太老实 不太老实 对 就是你开始不喜欢一个人的话 不要等那个人提出分手 从一开始就跟他说 你不喜欢他就行 要等你们两个 感情变单才说 才让对方向你提出分手 这个都是我觉得是 到最后就是两个人 都会接受很大的伤害的 你谈过恋爱吗 谈过 谈过 好 好 我给你解释一下 他是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觉得对方不好 可是慢慢慢慢相处 突然觉得不合适了 从你觉得不合适的那一天开始 就直接就表示你不喜欢呀 就行啊 为什么要等呢 我的解释你还是不明白吗 一开始有好感 对 然后慢慢地就变单了 你一发现我们感情变单了 不要继续等下去 你再耽误人家 啊 你再耽误人家 如果你跟他现在就分手 他会出去然后去找另一个 喜欢他的男人 可是你一直跟他在一起 他可能 你对他的感情是很淡淡的 他在那边可能还在喜欢你呢 怎么办 怎么办 首先 他的中文说得真棒 真的 他说的我真的全听明白了 他说的真棒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说的真棒 对 对 就是我就是还是接受不了 你们两个在一起 你不喜欢对方 但是你不知道 你没办法就是读懂女人的心态 哦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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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从女人的角度 从女人的角度来说 你要不喜欢我了 你就告诉我 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谈恋爱呢是一门艺术 怎么样跟对方搭讪上是个艺术 怎么样感情不合适了提出分手 他恐怕又是个更高的艺术 因为弄不好可能会两败俱伤 是吧 还得本着这个好聚好散的原则 是的 是的 听听听吧 听听姑娘们的意见 男嘉宾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这 为什么这三年里面没有谈恋爱呢 这三年以来 我真的仿佛那一扇门 就没有被打开或者开启过 是这样的 就是说没有遇到 有心动的女生对吗 你说一个没有心动的也不可能 就算是有心动的 我现在都会理智地想 该不该去 所以该不该去怎么样 好的 谢谢 男嘉宾 那个我想知道一下 您对于在两个人相处过程中 你是处于主动还是被动的 顺其自然 我没有说要求你怎么怎么样 非怎么怎么样 大家两个人在一起 就是随缘顺其自然 然后性格差距也别太大就行 那男嘉宾您说 您认为您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呢 我就是一种可以说 像水一样的性格 水呢 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东西 若水三千 你说我宽一瓢就可以宽一瓢 你拧开水龙头 你就可以接一杯 我就是这种与人为善 善良 善意地对待每一个人 这就是我如水的性格 咱们那个北京男孩 虽然有理有面吧 但咱们就别老夸得太狠 夸自己 一会儿说咱自己 那个正吧 一会儿说像水吧 然后一会儿就善良吧 然后收着点 要不然到时候女嘉宾全刘灯 你说我这竞争性多大呀 这男嘉宾说的有道理的 就是这样一个大男生 他想找一个能跟他在一起 好好地过日子的人 刘灯的姑娘们 请选择 谢谢 那现在现场呢 有六位刘灯的 男嘉宾女号 我真的 我没有问的问题 就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该问什么 就是因为也在太阳站这么久了 也遇见过不少 就是我喜欢的男生 然后也有喜欢我的男生 但是就我觉得 无论我说什么 最后还是就是 没有办法在一起 就是你站了那么长时间 突然觉得 再等也无望 干脆就是这个 签了算了 是的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我是喜欢那种很绅士 然后很正直的人 我觉得男嘉宾一切 就在跟他们别人女嘉宾的沟通中 我觉得他是我要找的人 好 男嘉宾 你好 你好 那个 自从上次就是在这里 模仿了那个刘欢老师之后 台下呢 女嘉宾就给了我一个名字 叫做欢歌 我已经就是 很久没有就是 见到一个男嘉宾 然后就是 整个就是荷尔蒙 就封闭到很厉害 我就觉得说 该出手是就出手啊 哄哄活活 创就走啊 然后我这个人跟你一样 就是很善良 就是不会先提出 就是要分手 所以你忍不了我 你也不会提分手 我也不会提分手 所以我们就是永远不分离 女人多的地方是非多 半可怜 半弄是非 什么花招都有 启明哥就是性子太好 如若这约会吧让我掌管 必将铁拳 铁腕 铁石心肠 重拳之下 我看谁还敢跟本宫抢男人 该灭的 赶紧自己灭的 小土的范儿出来了 好 之前看节目的时候 也看他们演过 我觉得配合很好 而且很有天赋 我们是没有任何台本的 绝对是现挂 能看死 门也是现挂的 所以我觉得小妮以后 你有再有戏 有丫鬟的 先从丫鬟开始 好 把她带着 不 要是有你女朋友的戏 先给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 六位姑娘当中 灭掉三盏灯 不好意思 你到底应该说什么 你才能不变我 不好意思 三位 用一分钟的时间 再一次告诉我们的男嘉宾 你为什么要为他留灯 男嘉宾 你好 我觉得你是我喜欢的样子 然后我愿意陪你去看 你所有没看过的电影 我会做饭 洗衣 收拾屋子 在外我可以工作 挣钱 然后真挺喜欢你的 之前有好几个男嘉宾 本宫也给他演过戏了 就是演戏是本宫拿手绝活 本宫给他们演过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本宫 那几个伙计 最后的下场都不太好 他回应太大了 好的 我明白 来 威胁 恐吓 是吧 来 告诉我他的号码 他们三位的话 我就留乌瑶吧 26号 乌瑶 乌瑶 22岁 本科幼儿教师 在长春 想找一个会做美食的好好的先生 异地恋不能接受 能接受离异 但不接受有孩子的 不能接受对方欺骗自己 来 我们看一下 心仪的姑娘她是谁 7号 财赫 财赫21岁本科 机场地勤千派实习 不能接受小心眼的男生 希望对方是成熟稳重 有上进心 185以上 年龄25到29岁之间 来看一下两位姑娘 和男嘉宾的匹配分值 吴瑶和李鸿涛匹配总分61分 基本情况75外形60 兴趣66个情57 家庭60婚姻49 财赫和李鸿涛匹配总分68分 基本情况81外形82兴趣61 个性69家庭62婚姻56 26号 乌瑶是专门为你留灯的 所以她100%的愿意跟你走 但是心仪的姑娘7号财赫 她自己灭了灯 她可能会拒绝你 也可能会答应跟你一起留 5 4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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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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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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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